从今往后 我管你叫孙叔 你就跟我去海关吧 孙叔 如果我爹还在的话 你说他会替我感到高兴吗 他肯定会为你高兴 而且还会为你骄傲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少爷 不 海关 来 睡吧 慢点 你来了 你还好吧 难得你还关心我 坐吧 你是司令 我怎么能不关心呢 朋友之间的关心吗 我昨天打了你 你问我 我什么拥有 我还会不会 我都问你 你要问我 能不能 我没有 你本身 我留意了 你杀不认为你 我追过去救你 我什么也没想 我知道 谢谢你 只是谢谢 你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走 王不合了 来 走走 把枪放下 把枪倒下 把枪倒下放下 凭什么放下 这是战利品 不能随便拿 战利品怎么了 战利品我给弟兄们分什么不行啊 不行 放下 我就分了 那么怎么着 你们俩又怎么了 怎么了 大哥 这是搅和鬼子的战利品 我说给弟兄们分几把枪 他不让 德国总 好东西啊 他要几把枪有问题吗 是 胡司令 我们是救国军 这不是胡子分散 所有的战利品呢 要一律上交 以后再统一分配 老子打鬼子 弟兄死了一大半 要几把枪 你还这个那个呢 我不告诉你了 这是规矩 狗屁规矩 谁的规矩 八卢军的规矩 别忘了我们是救国军 老子拼此拼活了打鬼子 拿几把枪 还他妈那么多规矩 范江龙 你跟谁他妈他妈的 我就跟你 你给我放开去 把枪给我放去 放去 走 刚才那一幕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鸟无头不飞 抗战没有组织就是乌合之众 迟早会被日本鬼子打败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我希望我们救国军 能够加入八卢军 你做梦吧 老子辛辛苦苦经营了 十几年的队伍 你说病就病啊 让你们八卢军减着便宜 没法 你怎么说话呢 我跟周都不说话 别在 你先出去吧 出去 段南家的 你的想法我能理解 可是古司令也说了 没有你们我们之分 我们一起打鬼子就是兄弟 另外 归入八卢军 不是谁捡了便宜 而是我们有了靠山 冀中平原是敌后 现在跟鬼子对着干的 只有八卢军 还有 如果这次不是八卢军来支援 我们早就葬身九凤林了 你说是不是要段南家的 你们知道我们这一仗打死的 那个日本人是谁吗 他就是小童俊的哥哥 我们这次侥幸胜利 小童俊马上就会带人反扑回来 那才是真正的血流成河 如果我们继续孤军奋战 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你说那古司令 我 我不同意 听说八卢军没有军饷 还军纪森严 这喝个酒打个牌 还得有人管着你 我也不同意 我打小就不愿意被人管着 加入八卢军 我还不是上山做山大王呢 你当山大王 那谁来给你做压榨的爷们 以声雷呀 我古小凤说话是像来一个桶子一个丁 这辈子要价呀 就价以声雷 哥 你笑啥呀 你笑啥呀 小范儿 你知道医生雷在哪儿吗 不知道啊 那去找呗 别找了 躺在床上那个就是医生雷 哥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哥什么时候跟你开过这种玩笑 赵狂一 我哥他 你哥说得没错 董海文就是你要找的医生 对 你怎么知道医生雷高大魁梧 你怎么就知道医生雷文武双全呢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小白脸 你还真想嫁给医生雷呢 我嫁给谁那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那是剃头挑的一头热 医生雷看不上你的 我哪点都看不上了 女人是用来拿笔啊 不是用来扛枪的 明白吗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医生雷就是我 我董海文就是医生雷 难道他真的是医生雷啊 小白 这 去去去 兄弟 八路军的事儿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嗯 师爷 这回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顾大家 不想了 三次都是反面 你要真加入阿鲁军 不但难成大气 恐怕还有不无策之下 师爷 请您指点迷惊 我当讲 您的复兴啊 在西面 您应该西进 才能成大事 我劝您 进入山西 加入国军的晋随军 这才是您的 唯一一之选 哎呀 什么他妈晋随军哪 让鬼子打得 缩头无尾一样 都躲到山里边去了 我跟他们丢不起这人 有输有赢 有进有退 很多时候啊 退也是为了更好的进攻嘛 我不能走 我祖宗留下的基业 都在这儿呢 我哪儿也不去 顾当家 您这样做 恐怕有为天意呀 师爷 您不是说 我是冀中平原的一条龙吗 我这条龙 要是离开了基中平原 我还能飞起来吗 不后当家 你什么也别说了 啊 我哪儿也不去 我生在这儿 长在这儿 我就是死 我也得死在这儿 大哥 不火了 东海文他 怎么样 越来越严重了 宋管家 你能不能从中医的方面 想想其他方法呀 这中医讲究辩证治疗 看他现在的情况 像是心病 虽然我们家是中医世家 但就怕治疗心病 他这种病心理作用很大 主攻心药微服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上 现在能知道的唯一方法 就是找了他内心的兴奋点 也就是他内心最强大的那一部分 也许会帮他克服他的孕血症 兴奋点 爸爸 爸爸 吃点东西吧 你已经有很多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我吃不下 灰子 你让我寂静 好吗 爸爸 我知道 你还在为大伯的死感到难过 我也非常难过 但是 难过 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答应过妈妈 要好好地照顾你 所以 爸爸 爸爸 为了我和妈妈 敬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你婆婆 每天还长长多年 功勋求职 小胆脚子 都亦以为荣 如今 你的婆婆 不 赤在我的下去 我规定你爷爷的 在天津林 这不是你的错 每个上战场的人 都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 因为战争本身就是错误的 如果 您真的为大伯的迅难感到悲伤 就请放弃这场战争 因为您现在就在延续大伯的命运 我不希望 同样的悲伤 会发生在我和妈妈的身上 不要再说了 我不允许你 等着你保护往里面前说这种话 你说的那个事我考虑过了 我同意加入你们八路局 你说的是真的 这种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好 明天我就跟组织上会吧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 我要有绝对的自主权利 你放心 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绝对的 你的要求可以接受 我明天就跟组织上申请 不过有一点我要提前声明 八路军事革命的队伍 一切行动要听党的指挥 你能做到吗 我古正堂从来不受这舆论 共产党八路军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你的话 我不得不考虑 今天咱们就大概传我说两话吧 我问你 老方那个杀鸡 你打算待一辈子吗 这是两个概念 不要缓为一摊 怎么 你怕了 怕你心里那个牢笼被摧毁吗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说过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 你心里的牢笼 就那么坚不可摧吗 是的 好 赵司机 你听好 我要摧毁他 我就不相信你 我这一个大活人 战胜不了一个死人 我这一个大活人 大少爷 你快去看看吧 没事 我知道 你慢着吧 好 这是怎么了 连亲哥哥你都敢打呀 你不是我哥 连哥哥你都不认了 你说 你是不是早知道他是一声雷了 早就知道啊 早就知道啊 什么时候知道的 打警察署之前吧 你早就知道都不告诉我 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哪 怎么不晚了 老师早知道他是一声雷 我 羞死了 我妹妹知道害羞了 他 我叫你说我说他 打他打他 使劲打 使劲打 把这怨气打散了 谁让我是你哥的 真的害羞了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喜欢一声雷呢 还是喜欢董海文那个臭小子 你管不着 你管不着 霜儿啊 你要真的喜欢他 你的脾气得改一改 你得忍着点啊 你得向人赔礼道歉 他现在病得很严重 你得好好照顾照顾他 有才不能 一辈子都不要看见他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你就是我说的 好 那我倒要看看 我看看我妹妹这个倔脾气 能倔到什么时候 初心 我走了 我 我走了 我 我走了 你等等 什么 你说好好照顾他 我怎么照顾我 我知道个偏方 就怕你做不到 你说 鸡血汤啊 鸡血汤 这有什么难的 我自己做去 这从来不拿菜刀 不下厨房的女人 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看着吧 你看着吧 为了他有什么都会做 他是谁啊 是易生雷 还是董海文啊 哥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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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天啊 收拾我收拾我 这一仗 黄军惨败 赤田的特装分队 全部预送 杭义军 也斩死沙场 这简直是 黄军的吉尺打褥 北极城人 加强战役 或有 不敢退卸的责任 好 这是我的责任 是我在佣人上的严重事务 你一记数手 这里 已经不适合你了 你还是回到你的东京地大 去吃坟被毁吧 战阵 战阵 你本应当以死谢罪 可是考虑到你的哥哥 杭义已经为国殉难 小汤家族 就留下了你这么一个候证 胆且留你一条命 看你回去 怎么面对你的家人 statues ifi бал 莫洛 雌十凡 老衣 葉国殉难 这是一个骗口 能够随着 美国殉难 军的土刺 市场小汤家长 见国斩 白霍 死 好 好 五十岛 就在这儿 展芝 展芝 我不会自在积蓄他道下 要死就是在 为我哥哥复仇 好为自己缺取的 展芝生 展芝 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要全平和龙国 替我哥哥报仇 我要用我的战刀 告诉他们 帝国的荣誉和威严 展芝 我怎么相信你 展芝说得对 烧炭家族 就我一个后人了 关乎烧炭家族的威望 我知道我判断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我哥哥 被中后人 杀害的那一刻 我也不是以前的小胆生了 好 证明给我看 我可爱战王 请随我来 再带着 大红记 听话啊 我如果来说 还有因为我爷们 弄个身子 大红记 这边啊 我爷们可是一声来 还杀了不少鬼子呢 让她吃一点都不亏 知道吗 笑什么笑啊你们 不知道帮帮忙啊 帮谁啊 帮你 还是帮那个东海文啊 想你啊 你就不帮 小气鬼 忽然他就不信 抓不住一尸鸡 好 惠子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想去找我的父亲 司长正在向嵩田将军汇报工作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吗 但是 昨天我说了一些 让我父亲不高兴的话 所以 所以我做了这个 想亲自给他道歉 做得真好 那跟我来吧 请 我以前 习长偷偷把自己管起来批草人 但是 从来没批过一个活人 今天 这些草人里面 有一个是活着的中国人 将军想去到现在一个吗 那一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惊喜 最主要的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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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我看到了一絲你哥哥的影子 我答應你的要求 我就給你這個機會 說吧 你需要什麼 我請求廣州支援 還有一個連隊的普遍 好 我答應 但是 你記住 如果你失敗了 不要忘記 但是 對限你的懲罰 誰不自在 我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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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叔 快快快快 借一下 怎么了 快快 真烫 鸡血汤 快拿去给它喝了 我哥说能缓解缓解 那是你做的 对 我第一次下厨 可能味道不大 你能不能多担待点吧 它怎么样了 还那样 浑浑沉沉的 偶尔醒一下 来都来了 就进去看看吧 来 来 我 我怎么不进去了 怎么着 还为以前的事摸不开脸啊 不是 不是 你快 车上给它喝了 我走了 你得头上鸡毛 没事 没事 这呀 车上来啊 哎 此批准 同江抗日救国军 编入八路军 独立编制 组建八路军 同江独立团 特任命如下 团长 古震堂 政委 赵思琴 副团长 许平三 参蒙长 董海文 一营营长 段江龙 二营营长 韩峰 三营营长 胡晓凤 还有我呢 宣布你是个营长 你就高兴成这样 坐下 那当然了 董海文都当参务长了 晓凤 最近怎么什么事都盯着人家董海文啊 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 这个营长我干不了 你们另请高明吧 我去喂马去 二弟啊 你要想当毕马温 你可得有孙猴子那两下呢 大哥 你不能灭自己弟兄的威风 掌别人的志气啊 什么叫你的我的 他许平三凭什么当副团长 他算哪个庙的和尚 他零到五 二当家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那这样 我有许平三的副团长让你来当 赵思琴的政委也给你当 这大伙的背着手撒尿 谁扶你啊 你骂谁啊你 我骂人了吗 你当然骂人了 什么叫他们背着手撒尿不服 你算什么负团长 二弟啊 行了 别说了 丢人吧 咱们要想当大官 咱们好好干 将来有一天 咱们的队伍壮大 我当司令 你当军长 对 段江龙当军长 你在 你起什么话 当什么职务 不是靠征来的 是上级任命的 我们是革命武装 不是乌托邦 以后别再这样了 乌什么邦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你笑什么呀 二弟啊 你得好好学习啊 大哥 什么叫乌托邦啊 乌托邦啊 乌托邦反正是个好词啊 你也不是他 行了 完了 以后唱战志课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的 咱们什么邦也不入 咱们就入拔路军 你看看 咱们刚入了火 人家拔路军 就给咱 发一批新武器 来 大伙儿过来看看 来 看 哥 哪 机关的钱啊 来来来来 让我来过过瘾 对对对 几个鬼子被我给打死了 有几个鬼子被我给打死了 你傻不傻呀你 这么好的家伙 八路军怎么不早点发呀 这前段时间打鬼子 也能盼上用场不是啊 就是啊 八路军的枪支也不够 这是刚刚缴获的 就送过来了 你们八路军可真够意思 老三说得对 你们八路军是够意思 可你们八路军 任命的这副团长 不怎么样 来 什么你们你们的 咱们现在不都是八路军吗 你这改口改得也够快啊 之前是谁说要当什么 山大王 现在就被这机关枪给收买了 孤男的乐意 怎么了 有本事你也搞机关枪来收买我呀 这 这 你干 你干嘛去 这武器不是说给大家分吗 我爷们病了 我得给他搞把好的 回头这好的都被你们抢走了 他怎么办 还 你爷们儿呢还 人家搭理你了吗 你滚得住 我跟你说啊 这个机关枪啊 根本就不适合他 你瞧他那小身把 他东西一个后座力 还不得把他给冲一边去 要我说呀 这个机关枪 还是留给那些能用得着的人吧 你就别掺和了 小凤 来 凯文现在是参谋长 代长呢 用的都是短枪 好 这有日本造的弯盒子 还有伯克枪 一个海拔兄弟吧 就这个了 让开 你爷丫头 潘风 把枪拿出去 给大家开开眼 好 去吧 走 兄弟们 去吧 还有那些子弹 都是我们兵工厂自己造的 没有你的功劳 是我们家那批同鼎马 对 因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组织和老百姓都会记住你的 组织和老百姓我不认 我孤真堂只认你 是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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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绿上去 你接着供所有需要 华工原料的工厂 在每个工厂 你才一个我们的人 对华工内原材料 严格 诊识 另外 产生出路的后务 要严格曝光 一旦跟华工原料有关系 立刻过呀 这次要出的胜利 必须耳机动回味 她的宝泊和化学材料 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控制材料的原刀 让它无之可使 是 传言尖 竟挨着台航上去 传言尖是 土帕路根治地的边缘 刘萨 你的手刷药 将其潜伏在哪里 真是他们的同乡 如果我们自够心愿 或许还能有意外收获 同志们 来 把军装都换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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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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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上衣 来 这点上衣 来 这点上衣 来 这点上衣 先我这一穿 先我衣服穿 大家都安静啊 我是八路军同江独立团团长 顾振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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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这真是人靠衣裳马靠安啊 平时看起来吐了吧唧的一个大丫头 这穿上这身军装 挺神剑 我说韩老三你会不会说话呀 照揍什么你 严肃的 咱们现在都已经归了正规君了 以后得称呼我韩营长 是 韩营长 不对呀 我也是营长 我也是官 对对对 古营长 对了 野丫头 那把枪给了你那个小 小爷们儿了吗 还没呢 还没给呀 怎么了 不好意思呀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给我 我想得美 快点快点 集合了 快点啊 集合了 成哥们 集合了啊 快点啊 快点 集合了 吴团长 赵 赵政委 穿上这身军装 就宣布 我们俩以后在一个马上里执牌了 那要看 这身军装是穿在你身上 还是心里 我明白了 当政委的都是这样说话的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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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军装啊 毁了巴基的跟他耗子皮着的 还没人家国民党的军装好看着 段江龙 把军装捡起来 喝 西平三 你还真把你这个副团长当回事啊 你给谁下命令 我就是以副团长的身份命令你 把军装捡起来 我告诉你 西平三 老子这辈子还没有怕过谁 这样 你当过兵 我当过匪 自古以来 兵匪就尿不到一壶去 今天咱们两个单条 谁输了谁跟谁叫爷爷怎么样 二哥 我来 不要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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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起来吧 换个衣服都能打起来 这还像个军队的样子吗 穿上这身军装 我们就是战友 战友应该在战场上打鬼子 在这儿搞内讧 算什么本事啊 行了 回屋去吧 站住 要不是我胳膊受伤的话 我摔死你 没男人 在这儿吧 感谢观看